好的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看直線方程式的四個表徵 那麼哪四個表徵 老師稍微講一下 它其實有點斜式 斜結式 兩點式 跟結句式 那至於四個表徵 它的內容為何呢 那就請同學跟著老師一起看下去吧 好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點斜式 什麼是點斜式呢 老師這樣說喔 老師以這個例子為例 說A是一個三一 那同學您可不可以知道 過三一這個線 應該有無限多條吧 就是說繞著A這樣旋轉旋轉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如果說斜率是二分之一 斜率是二分之一的線 也有無限多耶 我只要傾斜程度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如果把兩個加在一起呢 如果說過三一 而且斜率是二分之一 這樣子的線就被固定了 它只有一條 它只有一條 好 那這樣的直線方程式 是怎麼求出來的呢 好 以下老師就再來說明 好 老師這樣說喔 老師說 在這一條線上 取一個P點 它叫做動點 這個老師之前有解釋過 對不對 在直線上找一個點 這個點SY 它的關係 可以代表這個直線的代數方程式 好 那麼 從之前我們學過的斜率 可以知道 這兩點的斜率是如何計算的呢 這兩點的斜率是 S-3分之Y-1 它的比值 我們剛剛說我們要的是 斜率二分之一嘛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相等 好 讓它相等 那麼整理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個方程式了 它是一個等式嘛 SY的等式關係 就是直線的方程式 好 同學 從這裡 你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我寫這樣的式子 它有一個特性 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有一個特性是什麼 你看喔 這個3-1 在這裡 3-1 所以說這樣的直線方程式 AX後面跟著3 Y的後面跟著1 這是一個坐標點 那麼 前面的這個二分之一呢 是一個斜率 所以我以後可不可以這樣說啊 我來做個統整 我把這個 這個直線方式叫做點斜式 所以說點斜式呢 有什麼樣的特性 我這樣說啦 如果有一條線 那麼這一條線通過一個坐標A 它叫做S0Y0 而它的斜率是M 那麼這樣的直線方程式 我們可以推導出來 它長的是這個樣子 Y-Y0等於M乘上S-S0 這個式子 它蠻有特色的對不對 什麼樣的特色 同學你看喔 它一個特色是什麼 它AX後面 這是一個S坐標 Y後面跟著一個Y坐標 所以前面的這個數字 就是一個斜率 那麼這樣的直線方式 它是依據 坐標點跟直線的斜率 這兩個得來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 點斜式 點斜式 所以的點就是一個點 一個點 所以的斜就是斜率 那有點有斜率得到的直線方式 我們就把它叫做點斜式 那這是第一個囉 好 那麼剛剛的整理如下 這剛剛老師講過囉 就帶過去了 那麼我們來舉一個小小小小的例子 我說過-4-5 而且斜率是-3分之2 那我要求這樣的直線方程式 好第二個 我要過02 這個點 那麼斜率為3 好 那這兩小題非常的簡單 好 第一個 我們說過-4-5 喔 同學你看老師寫的 過-45 所以是AX-4 喔 所以會變加喔 S-4 這裡是Y-5 所以這個座標是-4 5 斜率-2分之2擺在前面 當然啊 同學可以把它 透過一項再擴分 把它變成直線的一般式 那這第一題就完成了 好 第二題呢 我說過02 斜率為3 那麼 這樣子我也可以寫出 欸 我們還是不厭其煩寫下 你看喔 S-這個是0嘛 0 Y-這個是2嘛 2 0 2 那至於斜率3 擺在前面 斜率3 所以很明顯 我可以知道 一個點跟一個斜率 那我就知道 直線的方程式 欸這個式其實還蠻棒的 通常老師都這樣寫就結束了 不過 有時候同學 還想要再繼續劃檢 那你就繼續劃檢吧 好 那這個是點斜式 再來我們看兩點式喔 依照 剛剛對 這個點斜式的討論 不過我們現在 對於題目的條件有所改變 怎麼樣改變 我說啊 如果 如果在一個線上找兩個點 已知兩個點 沒有斜率囉 就是已知兩個點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求直線方程式呢 當然你會說 老師 如果 S1等於S2 那這當然太簡單了 我們就國中經驗可以知道 那如果 AX1等於AX2 你看喔 那這兩個 S值都相等 那這一條直線方式 就是 X等於S1嘛 那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 AX1呢 不等於S2 我可以透過剛剛 剛剛 我們是說 像這個 不等於 我可以說 這裡再給它一個怎麼樣 P的動點 然後呢 它叫做 AX1 Y 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說 那這樣子 PA的斜率 跟 AB的斜率 是一樣的 利用斜率的相同 我就可以找出 這樣的直線方式 來 同學你看喔 其實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點斜式嘛 對不對 你看 這就是 過什麼 AX1 Y1 然後這裡呢 就是一個直線的斜率 在這裡 那它這個就是一個點斜式 不過 有些人可能覺得它不好看嘛 那我們就說 不要化減 那不要化減就是2.4 好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第一個 我要過 45 42 的直線方式 那這太簡單了 因為它的AX都是4 所以第一小題 S就等於4 好 第二小題呢 我說 過0215 那當然就要稍微計算一下 好 第一小題因為太簡單了 我就這樣跳過去 S等於4過去了 好 第二小題我說有2點式 好 那這個就是2點式 好 這個就是2點式 其實它就是答案 但是同學如果覺得很醜 那當然我可以化減 化減成一般式 好 第三個我們來看斜結式 好 什麼叫斜結式呢 好 那斜結式可見得 我要知道 斜就是斜率嘛 結就是結句嘛 那老師再次講解 什麼叫做結句啊 好 好 假設呢 這邊有一條線 L 它跟S交點叫做A0 它跟Y的交點叫做0 好 B 那麼這個A呢 就可以叫做AX結句喔 這個B呢 就可以叫做Y結句喔 那麼1尺 我們就可以得到怎麼樣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斜結式了 對不對 好 就可以得到斜結式 它長的是這個樣子 Y 等於 我把它整理一下喔 整理一下 所以我們就得到Y等於MS加K 那這個就叫斜結式 再來 繼續看 好 繼續看 做個練習 好 這個練習是這樣了 有一個斜率是3 Y結句是2 那麼這樣的直線方式 是怎麼做的呢 好 你看我知道斜率 知道Y結句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馬上 直接寫Y等於3S加2 好 以上我們完成了三個直線方式的 這個表征 第一個 點斜式 第二個 兩點式 第三個 叫做 什麼 叫做斜結式 那麼至於第四個 結句式 老師就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向各位同學做說明 字幕提供